正值春夏交替之际 许多令人烦恼的过敏症状纷纷在这个时候出现 在中医的观点里 认为多于体内的器官失调有关系 也因此可能伴随着气虚 腰酸背痛等情况 除了从体质调理下手 中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透过食补达到改善的效果 春天后抹面形容天气多变 而今日又处在春夏交替之际 忽高忽低的气温也让不少人出现过敏性鼻烟 皮肤炎等症状甚至是腹泻 而这些症状在中医观点来看 除了是因为身体无法随着环境快速调节外 也跟饮食习惯有所关联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深冷的一个食物 大概就是瓜类 或者是说白萝卜啦 或者是说冰热凉的 过敏性体质多半来自遗传 想要改善季节性过敏 中医师建议可以透过运动饮食调养达到效果 同时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伴随症状 选择有补充调理性的食物及药材 我们说的 你说是所谓的气蓄的体质 那你可以加一些黄脐 挡身 容易腰酸背痛的一个现象的话 可以多补充或是摄取一些黑色的食材 那皮蓄在中医来讲的话 就会容易有湿气的产生 那这个补皮的话 你可以多吃一点黄色的一个食材 过敏与潜在体质息息相关 除了寻求中医养生方法改善体质外 过敏者更应该从居家生活饮食方面 做到良好的保健预防才是根本知道 继续沙扎会 台移动市报道